下一位,我們請邱文彥委員質詢 主席謝謝 各位同仁,麻煩請蔣部長 有請部長 邱文彥委員,你好 部長,教育部管的事情非常膨脹,您辛苦了 謝謝 最近我要非常謝謝教育部幫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 有關於留學生貸款的一些問題 是 是這樣子的,我們先看下一張 有一位碩士生,他因為參與ENBA的課程 是 但是要到波斯頓大學去 BU去 參與這個雙聯學位 是 這個課程 對 那他就想說要申請這個貸款 那這個申請貸款 第四條呢,只要是出國是全時去休息這個課程 做博士的話,都有這個資格 是 但是教育部 對不起,這個台北市教育局 第一張呢,是這個銀行 就是我們台北的富邦銀行 他回答說,你在台灣有學籍 所以你不符合資格 我們再看下一張 台北市教育局呢,他又答覆了 他也說,你不符合這個條件 因為你有在台灣有學籍 這裡面呢,就希望說他希望用這個 學海飛揚的這個獎金 是 那麼就是三四十萬 對 但是我想在座的很多都是從美國回來的 對 部長裡面是留美 是 那我們知道現在在美國的學費是非常高的 是 那ENBA的學生呢,顯然不是去part time的 對 他也不是拿那邊的獎金 所以他不是拿J1的這個簽證 而是拿F1 所以他跟一般學生是沒有差別的 其實是一樣的 F1是一樣的 對 所以這個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呢 顯然是限縮了他們的申請的這個機會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 經過我們的反應之後呢 這個部長這邊啊 我們的工作同仁很快的就給你們回應 我們看下一張 那回應的答覆呢 就是說 他是可以的 是可以 那麼依照這個教育部的這個 就學貸款 來進行貸款 是 所以這件事情呢 是 我首先要感謝教育部的同仁還有部長 沒有 其實是該做的事情 但是呢 這也顯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或者甚至地方政府 或許也有類似的貸款 但是所持的立場是並不一樣的 這個留學生的政策啦 其實是不一致的 那我現在呢 我比較想從這件事情來引申出來 有兩個問題呢 一個是公費的 留學的問題 一個呢 是我們現在一般留學生的問題 是 我想 部長是哪一年回來的 請教你 1988年 1988年 我是91年回來的 是 當時我畢業的時候呢 從賓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 這個華人的博士從台灣回來的只有我一個 其他全部都大陸的 我沒聽懂 我沒聽懂 您的意思是說 那一年回哪裡 從你們學校 U-Pen U-Pen 畢業的時候呢 那個 中國學生裡面 華裔學生裡面 只有你一位是台灣的 只有我一個 是 是 是 其他都是大陸的 OK 所以我想部長應該很清楚 這幾年來呢 美國的這個留學政策呢 似乎呢 是比較偏頗給中國大陸的學生更好的優惠 他給的待遇各方面是比較好 可是也當一方面原因也是台灣的小孩啊 比較不想出去了 這也是我們最近看到 我跟您分析一下 我事實上兩年前到加州去去了八個學校 年輕三四十歲的教授裡面 華裔的話幾乎沒有台灣任何一個台灣出去的 六七十歲很多都是院士啊或什麼 表示在三十年前其實是非常多的 可是到了二十二十年前可能就 就已經開始少了 那現在當然更少 所以我們現在也積極的透過各式各樣的program 鼓勵學生還是要到國際上做一些 台灣高等教育當然比三十年前好很多 可是還是希望他們出去看一看 到國際上非常好的學校去做一些學習 對他未來是有幫助的 雖然我請教育部也提供了 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各個國家 去留學的學生人 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變化 總人數沒有太大變化 可是唸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少很多 唸碩士唸博士 尤其唸博士的少非常多 這個其實是我們非常擔憂的 尤其是美國的大學 現在所開出來的職學 就是教職院的職學 都是大陸的多 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對我們將來的留學生 他將來去申請這個學校 或者是獎學金的給付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利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國家留學政策的問題 對 這個部分 是不是教育部 除了我們對內 我們有盡量的鼓勵 比如說像類似這種 中央跟地方 這個不一致的這種情況 或者說我們在行政鼓勵上面 有所欠缺不足的地方 能夠有所改進之外 是不是也跟外交部 駐美代表那邊 溝通一下 我們是不是在跟美國的政府 在留學生政策方面 應該讓他能夠在海峽兩岸 能夠有持平的一個看法跟作為 我們是不是能夠朝向這個方面 來做溝通 因為我過去 我為什麼會特別提這個例子 我過去在U-Pen的時候 我們的博士班 娶12個學生 但是這個學校是很特別的 它是用區域的方式 比如說 這個美洲三個 特別是南美洲 歐洲三個 非洲三個 亞洲三個 所以我們的那個班上 12個學生 就像小聯合國一樣 它是採取一種區域平衡的方式 所以這個比較老的學校 它其實對它的留學生政策 其實是有一定的看法 有一定的這種思維 其實這個在過去二十年 有蠻大的改變 如果你說三四十年前 只要台灣的學生 在各個學校 收都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過去二十年 其實是我們自己出去的 相對條件 可能也比較弱了 興趣也比較少了 所以其實是在改變 現在某種程度 都是有向大陸請學 因為它出去的學生的積極性 條件各方面 其實是相對是不錯的 所以當然這一塊 我們也看到了啦 我們也會積極的 認真的來做 讓更多提供獎學金 提供更多的誘因 讓學生出去 我們在頂大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在humanity 跟social science 我們送學生到 也簽約了五個學校 都是最好的學校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總量 雖然說我剛剛講沒有改變 可是念博士的真的少的情況下 我們一定要加一把劲來做 那這個確實現象已經發生 那我們也必須努力的來做 這些人其實一部分回來 一部分甚至我常講 留在國外 也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需要協助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回來 所以人才的角度 不見得都一定要放在最近 有時候他也在國際上 也可以對我們有些幫助 所以這一塊 我跟剛才邱委員的思考 大的方向我們一致的 我也努力的要在這方面做 所以我們會用各種階段 我們會在現在開始 甚至在大學階段有 學海肥洋 學海席朱 學海竹夢這些program 鼓勵各個大學的學生 可以出去做交換學生 這也做 然後比較高階的碩士博士的發展 那留學生的這些政策 相關的推動要做 同時我們也看待 就是說我剛剛講頂大計劃 其他的這些競爭性的經費 的取得的這些計劃裡面 我們也把留學的這個相關的配套 也把它放進去 這個是我想你一起來做 要特別請部長來加油 我非常擔心我們的人才 當然是越來越爽 這個是在有國際觀的這個人才 但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公費留學的這種政策 因為我也是公費留學 那我覺得過去公費留學生 回國其實表現都不錯的 是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因為條件很好才出去的 所以當然回來還是很好 對當然 因為最好的我覺得這個最值得我讚賞的 就是說公費留學是完全靠實力 是因為有很多過去像行政院的社會科學獎 是用保健的方式 就是說你在這邊跟行政所長 也許行政所長特別欣賞你 所以你有這個機會 但是公費留學是完全開放的 但是過去公費留考老師 我們現在有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現在是不是不回國服務 不是 還是說我們要要求回國 還是他延後回國服務 他可以延後回國服務 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 可是如果他最後 如果最確定不回來的話 他就要賠償他原來獲得的那些 因為這畢竟是納稅人的經費 所以所以基本上他可以延後 他去重要的去大學好的學校 去這些百大的公司或相關 對於他的發展其實是有幫助的 我們准許他有一個 有一個grace period 那之後請他再回來 那有一點成就再回來 對台灣的發展也是好 我想當然 因為每一個學校的這種 學成的這個關係 不太一樣 是 比如說U-PEN 他的這個人類學 是12年 平均12年 是 平均12年 平均12年 我們現在剛才 回不回來的概念是說 他念完畢業以後 還有一段時間 如果他念12年 都不在那個限制裡面 他念完以後還有一段時間的 現在其實規劃是15年 是用這個方式在做 當然是不太一樣 當然在外面 有一點點的經驗 我覺得是好的 是 不過我也贊同您的想法 就是說 這些學生要有經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國家的這種經費 他必須要回國服務 而且我們的這個公費留考 是每年徵求這些學者專家 甚至過去也有接觸獎學金的這些專家人士 提供他的這個應考的學門 甚至是來命提 所以我們過去都有參與這個工作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 因為公費留考 他是應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 而且是現階段的最需要的學門 所以我是認為說他必須要回國服務 而不應該讓他說到最後不回國 當然不回國我們應該要讓他 他就 把他原來獲得的公費要還給國家嗎 要還款 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這些的學者 能夠出國之後 有一個完整的歷練 但是最後呢 又必須要回國 是 如果是持在這個方向 這個設計現在基本上是這個思考 那最後今天大家都很關心這個 私校退場的問題 我也認為這個私校其實是公益 或許是捐贈捐款 捐贈的方式來 私人心血就是非盈利的概念 那麼這一個部分 在相關配套 尤其是跟這個內政部之間 是 土地處理的部分 如果還沒有完整之前 我是覺得應該要慎重 我們會充分的交會意見以後 找到適當的做法 就是說剛才您也特別談到 他的公益性 他的公共性 其實這個大帽子必須先 在這個帽子下 我們才能往下去思考其他的情況 不可以違背了他原來的 私人心血的公益性的 公共性的這個考量 尤其過去很多的私立學校 都是用台塘土地 這一些是租用的 租用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自己的土地跟租用土地 兩組處理方式也還是不一樣 不希望說 正如外界的這種推測 或者是說這種看誤解 變成說這個私校退場是獲利了結 不會 這個我很明確地說 我們的設計絕對不會讓這個事情發生 絕對不會有一毛錢 進到董事的口袋裡面去 這個是我想最基本的要求吧 這個是